过去的酸奶别人用来扦插木槿花叶片 操作简单生根块成活率高 木槿花的繁殖方式呢 包括播种分株扦插的三种繁殖方式 每一种繁殖方式呢 成活率都非常高的 其中扦插最容易最简单 今天给大家说一个 用酸奶来扦插木槿花叶片的方法 操作也简单 首先呢我们准备木槿花的叶片 把这个叶片准备好之后 底部过长的位置啊 我们都去给它剪掉 剪掉之后我们找来酸奶 然后呢把这个木槿花叶片 去给它泡在酸奶中浸泡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了 浸泡好之后 我们找来输松透气的土壤 然后把木槿花叶片呢 插入到土壤中浇透水 放到散光通风处就可以了 扦插的时间呢 最好是在春秋两季 温度比较合适 土壤的话呢 只要说是保证土壤 这个排水透气性好 输松肥沃即可 等到这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木槿花叶片呢 就能够长出新的这个小叶片 底部就能够生根 说明呢我们就已经千叉成活了 就能够长出新的这个小叶片 就能够长出新的这个小叶片